比赛到了第三天 体力跟意志力会接近瓶颈 这一天的赛程 选手们会通过唯一的一条大河 敦煌闻名的母亲之河 舒乐河 这是一条沙漠中的河流 那么最后一天 选手冲刺过终点 完成全程112公里的那一刹那 很多人忍不住落泪了 这些企业家和高阶经理人 能够完成戈壁挑战赛 克服沙漠的恶劣地形和天后 展现出他们过人的意志力 进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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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第三天赛程 没有沙尘暴全是艳阳天 超过40度高温下 选手照样得在沙漠里跑31公里 但这一天会经过赛程中 唯一会遇到的一条大河 舒乐河 舒乐河 对 难过跟我说了 你终于看到他了 舒乐河 现在你看到这条就是舒乐河 是这一次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当中 所有选手遇到的唯一 而且是水量非常丰沛的一条河流 它也是在瓜州的戈壁地区 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 那么据说在唐代的时候 它的水量比现在都还要丰沛 丰沛到什么程度呢 是足以注入到新疆的萝卜博 好凉喔 这水怎么吃咸的呀 还有盐的 爽 看到舒乐河 有人干脆跳进水里 洗头洗身体 巴不得洗去身上沙尘 舒乐河发源于麒莲山 被称作尊皇的母亲河 只是现在 蒸发效应加上饮水灌溉 水量早已不如从前 尾端甚至变成间歇性河流 消失于甘肃新疆边境 现在高强度 所以甜蜜蜜 一定要足够 水要喝过 全开了 全开了 输了河边有一个补给站 艳阳天下 选手的水分补给格外重要 除了喝饱也要吃点东西 这里除了水 还有大量瓜州本地生产的蔬果 供选手填肚子 大会每天准备给选手的陆粮 除了一些干粮之外呢 还有许多的新鲜蔬果 比方说你看到像这样的番茄 咬下去其实是新鲜鲜嫩多汁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个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黄瓜的size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很可怕 你可以看到 跟我的手掌相比 大概有三根手指这么粗 台湾绝对没有这么粗的黄瓜 而且一口咬下去呢 非常的清甜爽口 好 谢谢 再延捡地 然后就 对 大家互相鼓励喔 最后啦 只有团体而已喔 只有团队而已喔 加油 不要放弃喔 告诉自己你步一步喔 加油加油 你不用太勉强喔 在时间内就好了 对 像女生比较轻松 通过舒勒河 依旧是难跑的严检地形 以及茫茫黄沙 跑过这里 映入眼帘的 是一望无际的 风力发电阵列 现在您看到的 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风力发电机组设施 绵延将近有13公里这么长 一望无际 非常的壮观 这是大陆呢 在戈壁沙漠呢 所发展出来的 风力发电系统喔 由于戈壁沙漠 你可以看到喔 那么中年的风力 都像现在这么的强景 而且非常的稳定 所以非常适合来发展 风力发电 这一整片风车 号称风点三峡 超过4000只风车同时运转 目前还在持续增加 预计2020年前 要在1万匹方公里的土地上 完成4000万千瓦以上的 发电量 选手跑过巨大风车镇 做最后冲刺 今天的营地 就设在风车镇内 加油 台湾加油 好厉害啊 好厉害喔 大家还是满台湾的精神 对 对 加油 最後一天的赛程 21公里的平坎沙漠地 最好跑也最难跑 所有选手 都会选择一路冲刺 要把前几天落后的状况 捧回来 加油 加油 劉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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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點線前 各參賽院校的啦啦隊 早已就位 準備歡迎四天 跑完全程112公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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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者不乏女性選手 經國不讓虛眉 像是台灣政大EMBA選手黃美慧 即使個頭嬌小 忍著腳痛 披著政大EMBA的對齊 抵達終點 完成比賽 謝謝 心情怎麼樣 很激動啊 好玩喔 謝謝 一個溫暖的擁抱 勝過千言萬語 黃美慧平常是保險業的 資深專案經理 跟大家一樣忙上班 照樣完成戈壁挑戰賽 受到英雄式歡迎 加油 加油 政大的另外一位女性參賽者 謝淑慧是聯真中心的高階主管 玩賽這一刻她忍不住 落下眼淚 我覺得 我不入使命 我不入使命 她很棒 她很棒 台灣政大 我們不入使命 我們盡力了 老師在這裡有 腳還有嗎 腳還有嗎 還可以 一天九天真的大概受傷了 所以我是用命在跑 你是用命在跑 不過我覺得還滿值得的 因為這是很少數人 才能夠有的一個經驗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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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多少年 以後會想到今天 十四個都會是最有價值的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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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多少年以後會想到今天 十四個都會是最有價值的 代表政大EMBA參賽 最後雖然只拿下 第十二名的成績 卻是台灣三所參賽學校中的冠軍 贏過台大和中山 他們這一次克服了肉體上的困難 與自然環境的惡劣 贏過了自己也贏得了尊敬 雖然會不會 遠不走 二三 一三 一三